春天的脚步降致,秀娇的这颗环旧少女心也逐渐足醒了,这部,秀娇刚刚重温完琼瑶阿姨的老剧情深深欲茫茫,先给大家来一段衣平式box住住信,再给大家来一段魔性空耳洗脑,舒缓走的第一天, 想她,想她,想她,是不是这句经典台词,一出就有满满的画面感了,小娇觉得,这大概就是琼瑶剧的魅力所在吧,听说今天满屏的想念银雪,银雪,这不是最近热博剧《烈火如隔》中的男主角吗? 男主角也能这么快就掉线,吓得小娇赶紧打开YouTube查阅了一番烈火如隔的最新剧情,果然在昨晚播出的剧情中,银雪真的就领盒饭了,前方请注意,一下截图可能会引起小伙伴们的不适, 请素素费好纸巾配合使用,GIF不忍怕,没关系,小娇马上就贴台词版,为小伙伴们点播一首如歌,这剧情简直是辣手催心Max,到底是小娇爬不动? 糟了,还是编剧心太狠,温鱼公子雪,虽然名叫银雪,但也不至于真的化成雪花飘走了啊,微博都已经哭成一片了,编剧大大,你听到这些心地呼唤了吗? 小娇现在可以深刻体会到小伙伴们撕雪之情了,遥想烈火如歌中银雪和龙格催皮包裹的糖,也曾吃到小娇幸福的冒号,要说银雪在之中与如歌的互动,那简直就是一部大写的江湖人士辽妹手册,银雪辽妹第一单,若水三千取一瓢她,是你生鱼饼花楼中的天下第一单。 美人银雪,江湖上都尊称她一具公子雪,有人出嫁五十两卖她此后终生,有人出嫁一百两卖她共度余生,但这些世俗的土豪,都不及人群中的赖衣抹红,毕竟银雪此生可都是为她而来,宴会之后,银雪更是瞬间开起臭不要脸,价格随格技能,千大地大,你去哪我就去哪, 行李我都自己背好了,你看着办吧,如歌,喵喵喵,天下竟有如此厚,言无耻之人。 接下来给小伙伴们展示一下雪之托扼杀,银雪梁妹第二单,开尖小铺道哥校为了调查征收暗税的事件,宁格前脚想要留在镇上,银雪后脚就买下了一个烧饼铺子,作为二人的落脚点。 果然是社会公子雪,出手快又阔啊,当然,如此良机银雪也免不了凭上一把,虽然凭不过三秒就被如歌发射的凶狠电波照得老老实实的了。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,梁妹的最高境界就是于无形中渗透,下面请看银雪教科书般的梁妹大把,身的懒腰就搂肩系列,空挤不住坚挤的手系列,该个小说说,你就是我的人系列,往边跑,替你五耳朵系列。 银雪聊那第三弹,柔情抚慰受伤哥,如歌战败后心灰意冷,银雪看到受伤的如歌心都跟着碎了一地,如歌把小峰的死归咎于自己,他向银雪哭诉,如何才能使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,银雪告诉他,在我身边的你,不需要变得巧,大,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我在, 而当于自含生命成为之际,如歌求救云银雪,银雪的反应也太可爱了吧,要我救人可以,但你得先求我,喝小胶每次要小伙伴帮忙的台词,如珠一折,你能帮我一个忙吗?可以,但你得先求我,求求你了,成交,要是你以为学会了以善技能,就get到了梁妹丁水的话,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,梁妹,哪有这么简单,预报美人,不得先去两句情话,看人家银雪都怎么说的,不动声色花歌美,忘记脸皮永相随,当然,人家还有一双寒情默默的桃花员,电压福特以亿瓦,不过,人家银雪之所以能赢得如歌极广大小伙伴的心, 靠的也不只是一手聊那大法,人家靠的更多的,其实是真心,明明知道就像玉自寒,是一场自杀式行为,但只要这么能让如歌开心,银雪一无反顾,在银雪不听选,执意要去找玉自寒的时候,银雪其实,一直都是,爱地里默默的守护着, 爱年修得同传度,千年修得公子雪啊,按头小分队以上线,自从烈火如歌出现后,小焦才明白,原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并不是生与死,而是每周一到每周四的距离,像小焦这样的急性子,恨不得一夜之间,就能把烈火如歌歌完, 这下可好,卡带银雪变成雪花飞走了这里,气得小焦差点掀桌子,哪有去过一半,男主就掉线了的道理,不过好在,小焦瞅了眼之后的剧情,无论银雪还是会在不久的将来,气势上线的,要小焦说哪有这么麻烦,就这么以冰棍为谷,以雪花为行造一个银雪出来, 不也是分分钟的事情吗?反正银雪也不是人2333,银雪走的第一天,想她,不知道没有如歌和观众的日子里,她过得好不好,有没有吃饱,有没有穿暖,不知道了要凑够多少片雪花,才能召唤一个完整的银雪,据说再忍四级就能熬到了银雪上线,聊, 同志们坚持住啊,坚持就是胜利,最后,小焦提醒一下小伙伴们,烈火如歌只在优酷独家上线,同时也为尊贵的优酷会员们提供了温馨的追剧服务,每周一,每周四晚八点更新五集,记得锁定收看哦!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